- 發完了 - 發完了 - 進攻方式 - 四十頂MG3 - 十把發完 - 十把P90 - 十把牌擊炮 - 五把現彈槍 - 其他的都是98k - 十一輛裝甲車 - 四收快停 - 防守方式 - 二十四頂MG3 - 十把P90 - 一門牌擊炮 - 三十把鐵拳 - 二十個戰術背包 - 進攻方式 - 十個戰術背包 - 好 - 我們來看一下 - 這一波的進攻方 - 在火力是對方的 - 將近兩倍的情況下 - 能否拿下對方 - 好的 - 我們看這邊排氣炮正在開火 - 就看他們現在要如何 - 執行這個搶攤了 - 他們竟然還有人把排氣炮扔的 - 現在直扔起來的排氣炮只有兩本 - 三本 - 打了樹上了 - 兄妹 - 你要自殘了 - 四本排氣炮直扔起來了 - 一共就十二本排氣炮 - 留下來打炮的就是四位選手 - 還有排氣炮是想要帶到對面去嗎 - 防守方有一名隊員 - 被排氣炮給淘汰出局了 - 是在樹林邊上的兄弟 - 一根船 - 按道理不可能一下子就沒了 - 除非兩個炮彈過一起 - 那下就沒了 - 好 - 紅防已經開始組織 - 裝甲車搶攤了 - 船這邊的話是沒有 - 沒有人使用 - 船是準備留下來給 - 後方的環氣炮兄弟用的是吧 - 他們有經驗了 - 但是第一輛車感覺很危險 - 第一輛車上岸了 - 第一輛車被打爆了 - 但是山上的人 - 何取何從 - 至於他被撞回了 - 好的 - 這個兄弟是 - 挖這大刀 - 無情的把他給撞了 - 好 - 排氣炮現在支援力給淘汰 - 排氣炮 - 排氣炮接受了自己人 - 排氣炮接受了自己人 - 排氣炮接受了自己人的裝甲車 - 造成三位進攻方的兄弟直接被淘汰 - 好的 - 防守方的一門排氣炮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- 踢倒了三人 - 又一輛裝甲車被擊毀了 - 又一輛裝甲車被擊毀了 - 還防裝甲車邊上套 - 但是要梅的節奏果然沒錯啊 - 哈哈 - 炮蛋自然到了自己人的身上 - 打得非常的精確 - 所以說 - 我們看 - 這個 - 船還沒靠岸了 - 就已經被摧毀了 - 防守方式直接往攤頭上推 - 原本就不給對方任何登附的機會啊 - 非常的慘烈 - 因為對方火力的情況下 - 竟然沒有辦法登附了 - 原本就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失落 - 還一炮炸到自己人了 - 雖然沒有對傷 - 但是還說對裝甲車是有傷害的 - 同管是敵人還是自己人啊 - 結果他一發炮來打散了 - 爆炮車的天靈蓋上 - 無語了 - 我們看這邊的場灘的紅方隊員非常的慘烈 - 有些人甚至連槍都沒開就沒了 - 剛下車就被幹掉了 - 對方是不留餘地啊 - 直接上來抵擦 - 讓我們看一下這個火箭筒打散了 - 另外一邊 - 當場就爆炸了 - 也沒有時間給 - 對方任何反應下車的時間 - 應該是涼發火箭彈機 - 結果了一樣裝甲車 - 好的 - 基本上 - 檢舉已經定了 - 是裝甲車全毀了是吧 - 應該是吧 - 好 我們看到一名防守方隊員摸到了對方的 - 砸攤的 - 好的傢伙 - 僅有了一艘船 - 燒到了他的急火 - 好了他被發現了 - 洗腦了對方一艘船之後 - 他被抓到了 - 僅有他一個人 - 他造成了一定的混亂 - 但對方僅有了一艘船 - 沒能發揮出最後的作用 - 直接爆了 - 這時候我們的防守方要發起 - 反衝鋒嗎 - 方 - 反向進攻 - 他們要游泳衝槍對方的 - 砸攤 - 天啊他們沒有任何的登陸仔劇 - 他們要游泳過河 - 好了有人被游輪給帶走了 - 危險 - 可是擊倒並沒有帶走 - 他受傷了 - 欸水裡還能救啊 - 這麼有意思的嗎 - 在水上也能服隊哦 - 真好玩 - 這場面你見過嗎 - 游泳搶他 - 寅存的 - 最後的 - 紅艘隊員 - 他的火力其實是非常充足的 - 彈藥也是非常充足的 - 幾乎人手一把MG3 - 有些人甚至兩把MG3 - 子彈不要銜的一樣啊 - 吐吐吐就對了 - 這種火力的加持下 - 反攻的藍方能否登上岸呢 - 反攻的藍方能否登上岸呢 大魚肉 好的 我們看南方已經登陸了 南方居然成功登上來 奇蹟的 沒有載具的場盤竟然也能成功 很快啊 在這個碼頭的敵人就被肅清了 一瞬間的事情 磨解了對方 本場最高 淘汰數是6淘汰